马太福音第四十八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无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听见了 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 请教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剥开饼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 约有五千 这段经文记载耶稣 有五饼二鱼 使五千个人吃饱的神迹 这个神迹 在四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 可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 因为这个神迹 启示上帝做工的原则 就是上帝往往透过最不可能的人 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 正如他透过五饼二鱼 就能让五千个人吃饱一样 也许我们常觉得自己很软弱 很渺小 然而上帝却能透过我们 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 关键点在于 我们肯不肯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 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给耶稣 耶稣就能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 五饼二鱼能产生伟大的神迹 但是我们必须突破两个心态 否则五饼二鱼仍旧只是五饼二鱼 第一 我们要突破自私的心态 耶稣面对这许多有需要的人 他的心就怜悯他们 若我们面对许多人的需要 却无动于衷 我们却和门徒一样说 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吧 若我们对许多失丧的灵魂没有感觉 若我们个人或教会 不愿意做一个给的人 总是单顾自己的事 单顾自己的教会 则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不会发生 求主借着这个神迹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 当有人把五饼二鱼献出来分给别人时 他们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丰盛有余 因为从第二十节 我们看见他们的野餐 不但每个人都吃饱 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但愿我们一起来经历 当我们个人及教会 愿意不单顾己事 慷慨地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到神 对我们个人和教会 更丰盛的祝福 第二 我们要突破自卑的心态 有些人也许并不自私 但是他们很自卑 他们会如同门徒一样对主说 主啊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 求主借着这个神迹鼓励我们 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神就能使用我们 愿神扩张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刚强为主所用 主啊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不单顾己事 我愿意把我的时间 生命才能 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使用我 完成你伟大的计划 Amen 导读神的话 以佛所书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就把你的大能大力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主啊 你要给我们的是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是的 主耶稣 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用 我们相信你的慈爱丰富无比 主耶稣 我们相信你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 Amen 充充足足的来成就这一切 是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是的 主耶稣 我相信 我相信你能够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那个能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主啊 是充充足足成就一切 成就一切 我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因为有你的能力 这一切都可能成就 Amen 主啊 因着有你的能力 一切在人看为不能的 在你的里面都可以成就 Amen 因为你就是那位行神机的神 主啊 还只相信主啊 你要行神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你要赐下你的大能大力 跟你的恩惠在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当中 Amen 是的 主耶稣 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你充充足足的大能大力 是 虽然主耶稣在我们不能 但是在你凡事都能 Amen 主耶稣 我们真相信你能够做所有你一切的功 主啊 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见证你那奇妙的神迹 Amen 见证你那大能大力 Amen 是的 主耶稣 我要见证你的大能大力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一定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Amen 这是我凭着信心和喜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Amen 我 你 你 就 你 我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